下一个问题 是这样 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看一个 就是关于这个发愿问题啊 就是一个同修 他发愿了 他说发愿要 要坚持听台广录音和看白话佛法 每天看一篇白话佛法 而结果发愿之后就不同了 就是说他发愿之后 就是心里有疑惑退短 或者是磨大楼的时候 坚持听录音看书 里面能量很大 自己会相通报价 自然而然的心里就舒服了 心里就会很舒服 我觉得这个 他这个发愿听录音和看白话 非常好 师父 请师父开始一下吧 其实你要知道 听白话佛法和听录音 为什么好了 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是个学生 对不对啊 我们学佛都叫学生 如果你说你天天回到家里 听老师的录音 对不对啊 做老师的作业 对不对啊 看老师的书 你说你这孩子进步大不大了 大大大大大大大 就这个概念 很简单的呀 是这个概念啊 明白了明白了 好 好 下 舍 下